抵抗鞋削弱后莫子也是只愣起来了 鲁班纳是你敢开我 反手大闪 控住三人 木鸭了 其实控不住那么多也没关系 莫子的核心是二技能 晕住马可 配合真机 完美消耗 婉儿你敢飞我 领域展开 他怎么在大招里面起飞了 莫子这个英雄 你说他弱吧 他二技能手弄老长 配合队友 控着对面非常难受 但你要说他强呢 好多英雄又可以把他当小丑来打 下路韩信在抓陈小金 这里有兵线挡着 打不到韩信 陈小金应该是死了 你自己闯进来的 下路李信 运营手 赵云不控制 我们再不控制 他一动不动就死了 这也是很多人选择让老莫打辅助的原因 控的好 就等于打的好 看这一波 陈小金撕血勾引 等对面技能放完 我们直接一闪接大 雕虫小 韩信又自己闯进来 好配合 这就是老莫的舍利 超金撕血 再给一炮如何 好痛 OK啊兄弟们 对面韩信是个软柿子 就捏他 给一炮 配合赵云 变了 韩信在打篮 给一炮 骚扰一下 怎么感觉这一把 我老莫不是小丑啊 小丑另有其人啊 下路两个人想撑一塔 兄弟们 莫子魅力时刻 一炮晕住两个 陈小金过去补伤伤害 我们直接大闪 虽然我和陈小金 都是原始人 但也是有羁绊的 陈小金又约他了 先给黄中来一炮 配合队友给他杀了 李信交给我 要往回跑对吗 你有位移 我也有 你有闪现 我也有 啊 其实莫子的核心 还是二技能 手长加控制 先给黄中来一炮 真机补伤技能 还没落地呢 后翼再补伤技能 我再来一炮 黄中直接就死了 一动没动 而且我们根本就没谨慎 他对我想保也保不住的 好久没去找我们的老朋友韩信了 后期的韩信拉扯能力 是非常强的 但是 不要消看了 我们直接的羁绊呀 混蛋 我们主打的就是韩信哦 注意看我的细节 韩信肯定要去打蜥蜴 我们直接一闪接打 不是哥们你跑就跑了 还回来骚扰我哈 你回来干嘛 你别说啊 牢默打这些刺客打野 还是有一手的 来换个李白 直接一接打 哎 没打住 哎 又回来了 哎 二技能被躲了 哎 啊 这李白跟韩信不一样啊 他会躲 我们给他一炮 哎呀 被躲了 但是没有完全被躲 其实木子的单杀能力还是可以的 我们只需要强化普攻 A一下 然后再给一炮 好 他现在已经进入斩杀线了 这时候干匠只能跑 但他竟然还想回头给我两下 EA 二技能 接打 死了 看到大乔的圈了吗 给干匠杀了 我还能满血去上路支援一手 我就是时间管理大师 哎 不是哥们你 哎 我这 这波纯失误啊 兄弟们 大乔的圈 我大有没有用 大乔出了专精装 我传送过来之后 8秒后会自动传送回去 但老夫子他并不知情 他以为我要大他 你看这老头直接就交闪了 哈哈 我说了 大乔的圈我大有没有用 白飘一个闪现